自己贏了,可以看過馬主贏多點獎金 但拼透,總比沒有 講回這隻齊齊店,他之前戴過眼罩 但始終都戴個羊毛面固好像好些 他很怕醜,他試過在這裏,入一閘之後走掉 他很怕,他還未成熟 將來我想會是一隻蠻好的 我現在就很怕醜,所以沒有眼罩 嘔眼罩太多,沒有眼罩,他又怕影 所以有沒有免贏是一個明智選擇 其實都不要緊,第十三場頭馬都成績好過去年 其實我不滿意的,去年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忽然間成績跌得這麼緊,其實不成理由 因為一個馬房贏二、三十場的馬 如果我拉扯來講,我應該贏三十場一季 如果由我第一季開始至現在 我應該平均贏三十場一季 但低於這個數字,一定有原因產生了 我想都是第一,英國馬 英國馬令我很失望 我買了十幾個英國馬,但竟然贏不到 我猜他將來這批英國馬在夏季或者今季的季尾可以幫我很多 但目前為止他們還未幫到我 第二樣就是騎士 去年我很失望就是施達騎一場都贏不到 其後我用霍達,就是贏得一場 我認為騎士方面都是一個未必是最配合我的選擇 我自己可能是選擇錯的,在騎士方面 所以今季大量是用本地騎士 相反地效果會好 雖然未必是有大部份的馬豬認同 未必一定有馬豬認同 但是在事實來講是有一個性質